来看成龙的传说了 七点半的场 做了六个人 刚看完成龙的传说出来 这部片子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成龙的粉丝 你是张艺兴的粉丝 你喜欢那扎 你比较喜欢神话 你来看 我觉得没问题 尤其是这个里面跟神话有很多联动 主题歌呀 惊喜善的 有惊喜 然后这个片子的这个摄影 很多实景非常漂亮 大漠风沙 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有很多的这个外景很漂亮 这个古装戏做的比较扎实 这个从这个孵化到 到这个千军万马 这都是优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两段 是让我看的观感并不是很舒服 前面的节奏太拖沓了 它是两条线叙事 一条古代的线 一条现代的线 现代的线比较的搞笑 古代的线比较的纯情 是感觉像两个电影拼在一起的 风格有点冲撞 我看现在很多人说 这个千军万马的大场面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它这里头只有 这个万马的大场面 还挺震撼的 很多的战马 有点像动物世界的纪录片 但是实际打仗的场面 那真的拍的不好 就是看着是千军万马 霍去病带着八百惊奇 突袭凶中人的这个营仗 这本来应该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像什么决斗士 像什么指环王这种气势的场面 因为其实八百惊奇就挺震撼的了 这个片子里也展现出来 它应该是真的找了八百人八百奇 但是拍到最后 这个战争场面 就是又成几个人对打了 就是直接没有全景的 都成了金井的 都是在单打独斗 或者一个人打几个人 你想看这种大场面 千军万马互相冲杀的 没有 那个你还要去看什么 决斗士勇敢的心的 指环王这些 获者权力的游戏都可以 在这方面 唐吉里导演确实不耐心 再一个就是故事讲的 不是特别成功 我觉得故事有点太低龄了 我甚至觉得这个故事 都不如下午看的 动画片落翻尘讲的好 所以还是比较失望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粉丝向的 没有问题 张艺兴是这里面的男一 他的兴奋最多 然后成龙AI的年轻的 因为表情太僵硬了 而且坐的太丝滑了 皮肤太光滑 你那可是汉君 逐胸龙于墨北 结果皮肤光滑的 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表情也过怪的 所以AI换脸还是不太行 还是让人比较难以接受 大家如果看了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片子 我觉得你说的很差 不很差 投入也不小 你说的很好 没有很好 6.5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一看 不特别推荐